相信你一定會在一些勵志書或是心靈雞湯看到類似的話 說我們遇到困難或挫折的時候 一定要懂得正向思考 要相信事情一定會好轉 有的會要你想想杯子裡面其實還有半杯水 而不是只剩半杯水 我不知道你看了會有什麼感覺 我每次看到一定會在心裡面先翻個華麗的白眼 應該是直接翻白眼 到底什麼是正向心態 改變想法真的能夠改變現實嗎 事實上已經有很多科學家證實了 不同的Mindset 也就是心態 真的可以很神奇的改變我們的生理機制 今天這支影片我要來跟大家介紹史丹佛大學心理系教授 Aliacrum 最有名的有關心態的研究 以及我是怎麼用在日常生活上的 嘿大家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新朋友 我叫做修修 這個頻道我會跟大家分享科學的方法與工具 來幫助大家工作更有效率 身心更健康 有關心態最有名的著作 應該就是史丹佛大學心理系教授 Carol Dweck 寫的超級暢銷書 心態至聖了 裡面講的是成長心態這件事情 有些人認為自己的能力 甚至命運都是固定的 遇到挫折 就擺出一副我就爛的態度 這種人擁有的就是固定心態 而另一種具備成長心態的人 當遇到挫折或是失敗的時候 會對自己講 我還在通往邁向成功的道路上 只是還沒有到而已 這種人會越挫越勇 比起擁有固定心態的人 他們成功的機率會比較高 這種心態的轉變 已經在Dweck教授的研究中證實 是能夠有效增加 學習跟努力的動機 讓人可以提高成就 身為一個可愛女兒的爸爸 當然也採用著書中的建議 盡量少稱讚女兒 聰明或是可愛 但是真的太聰明可愛了 這個時候會忍不住 而是加強她的成長心態 多稱讚她 哇你剛剛好努力拼積木好棒啊 或者是 哇你剛剛在努力看書好棒啊 即便她剛剛積木拼得不怎樣 而且書也沒有看很久 這樣會強化她努力的動機 讓她把成長心態升值在心中 而我今天要介紹的Edir Crumb教授 是專注於安慰劑效應 也就是心理影響生理 這個你應該聽過 但是半信半疑的事情 Crumb教授的研究揭入這件事情 是千真萬缺的 心理狀態是我們的心態 的確會影響生理 而且效果相當的顯著 接下來我會簡單介紹一下 這位奇葩教授 以及他幾個最著名的研究 Edir Crumb從小就超級喜歡運動 小時候曾經是精英等級的體操選手 而他在念哈佛心理學系的時候 也曾經是哈佛冰上曲棍球校隊的隊員 曾經連續三年殺進 NCAA女子曲棍球大賽的總決賽 可惜都沒有拿到冠軍 哦對附帶一提 他拿到耶魯大學心理學博士 離開學校做博士後研究的同時 還成了精英鐵人三項選手 不但在許多三鐵比賽拿到女總一 還在2013年的世界鐵人三項系列賽 拿下世界排名第23 哇是美國團隊排名的第二 他三鐵的BP是2小時 03分41秒 有在玩三鐵的朋友就知道有多誇張 好回到哈佛時期 他自己曾經提過 如果隊友每天都花3小時訓練 他一定就會多花1個小時 以達到最佳的訓練效果 當時哈佛大學鼎鼎有名的心理學教授 Alan Langer看到他練成這樣 半開玩笑的對他說 欸你知道嗎 運動就只是個安慰劑對吧 這裡科普一下什麼叫做安慰劑效應 他指的是病人接受一些假的治療行為 像是吃下實際上是糖果的藥 或者只是注射生理時間水 之後卻以為自己已經真的接受了治療 而讓症狀舒緩的現象 現在醫藥界要測試某個新藥 或者是新的治療方法有沒有用 都一定要拿來跟安慰劑效應來做比較 如果以為比安慰劑強很多的療效才算成功 所以當Elia Crumb聽到教授這樣講的時候 當然不服氣啊 你當老娘多練這些都是假的 但這裡讓他開始思考 到底是因為他的努力訓練讓他的身體變強 還是因為他的心態相信訓練會變強 所以導致他變強 反過來說有沒有那種日常生活運動量就超大的人 但是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點 而導致他沒有享受到運動的好處呢 於是他們展開了一個實驗 來看看所謂的安慰劑效應 在運動上面有多大的作用 他們找了來自於7間飯店 總共84位女性的房屋人員 先調查他們每天工作的內容 發現他們一天之內鋪床、吸地、洗廁所 這些工作的運動量 就已經遠遠超過美國政府建議的 每天30分鐘的運動量了 而當研究人員問他們平常有沒有運動習慣 並且要他們對每天的運動量 從0到10打一個分數的時候 3分之2的人說他們都沒有運動習慣 而3分之1給自己打的分數竟然是0分 很顯然的 這些人沒意識到他們的工作的運動量有多大 於是研究人員把他們分成兩組 一組幫他們上了15分鐘的衛教課 告訴他們換床單15分鐘就可以燃燒40大卡 吸地15分鐘就可以燃燒50大卡 掃廁所15分鐘就可以燃燒60大卡 恭喜他們找到一個可以增進身體健康的工作 而對照組當然就什麼都沒有說 4個禮拜後研究人員發現 有上過15分鐘課程的人 他們的體重掉了快1公斤耶 血壓還降了10 體脂也降了 對工作滿意度也上升了 而沒上過課的對照組當然還是老樣子 15分鐘的衛教課竟然就有這種成果 這投資報酬率也太大了吧 所以把我頻道的影片都看完 不就賺爛了 但他這個研究成果也遭到很多人的質疑 有人就問 會不會那些實驗組的防務人員 在上過課之後工作更賣力 導致他們身體狀況也更好了 如果是這樣也不錯啊 所以Aliacrum就開始設計下一個實驗 看看心態的改變真正對人體造成的影響 他2011年在耶魯大學 公讀博士班的時候 跟社會心理學權威 也是現在的耶魯大學校長 Peter Sullivan做一個實驗 他們邀請一群志願者 來品嚐兩種不同營養成分的奶昔 並且打分數 志願者必須接受抽血檢查 而結束之後可以得到75塊美金 作為報酬 超爽的 這個實驗真正的目的是要 測量他們喝下奶昔之後 血液中飢餓素的濃度變化 通常我們在身體需要能量的時候 身體就會分泌飢餓素 驅使我們去覓食 而當我們飽餐一頓之後 飢餓素的分泌就會停止 讓我們停止吃東西 回到這個實驗 第一週他們被告知 要喝的是一種零脂肪 只有140大卡的超健康奶昔 研究人員發現他們喝下去的時候 飢餓素是下降了 但不是太多 而隔一週他們再來 喝的是高油高糖 高達600大卡的超邪惡奶昔 研究人員發現 志願者喝下這種 令人滿足的真正的奶昔之後 飢餓素的下降程度 是喝下健康奶昔的三倍 這看起來很正常 吃下比較多熱量 飢餓素下降程度 當然就應該會比較高 但秘密是 其實這兩杯奶昔 根本就一模一樣 都是一杯380大卡的正常奶昔 這個實驗很明確的證實 心理影響生理是真的 而且影響超大 Aliacron完成博士後研究之後 進了史丹佛大學心理系 擔任的助理教授 他就跟史丹佛大學醫學院的 同事們密切合作 繼續這方面的研究 他們發現心態的不同 對疾病治療成果 也有相當顯著的影響 他跟史丹佛過敏中心的負責人 Karin Natto做了一個實驗 他們把一群 接受治療花生過敏的小朋友跟家長 隨機分成兩組 其中一組在治療開始前 給他們標準的醫療建議 包括治療過程中可能會發生的症狀 告訴他們這些都是副作用 並且教他們發生的時候要如何應對 這組叫做 有症狀就是副作用組 而另一組接受的是他們稱之為 有症狀就是在變強組 他們跟這些小朋友跟家長說 治療的過程可能會發生某些症狀 而這就是代表治療正在發生作用 也是身體正在努力對抗過敏源的證據 醫療團隊還給這兩組人 不同的衛教小廁子跟冰箱磁鐵 讓他們帶回家隨時可以看到 確保他們持續強化這些訊息 6個月過後 研究團隊發現 有症狀就是在變強那一組 孩子跟家長的焦慮比較低 症狀也比較輕微 尤其是在治療後期劑量加強的時候 那差異更是顯著 最重要的是 食鹽組的治療結果 也就是體內對抗過敏的生物標誌 IGG4顯著提升了 所以心態到底是什麼 它為什麼會對人體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Elia Crumb教授的定義是 心態就是我們對這世界上某些類別 或是領域的事物做的核心假設 這些假設讓我們對事物 有一些預設的期望 目的跟因果關係 我們會有這些心態 或者是說一些預設的思維模式 都是從小被家長或老師教導灌輸的 或者是根據自身的經驗所形成的 像是肚子餓就要吃東西 身體不舒服就要去看醫生等等 因為這個世界很複雜 未來是不確定的 如果遇到某件事情 都要去重新思考前因後果 那我們的大腦 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心態幫助我們理解 並且簡化這個複雜的世界 幫助我們在不確定的情況下 可以預測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我們的預設心態 不一定是正確的 也不一定是能寒瓜所有的面向 甚至有時候會對我們產生不利 不過就像前面實驗揭露出來的 只要我們改變心態 就可以很神奇的 讓生理反應朝著正面的方向運作 不用多吃藥 也不用多做運動 只要彈指之間 就可以讓改變發生 這聽起來太神奇了 但我們要如何利用心態轉換的機制呢 難道我們以後生病 或者得了癌症 都不用接受治療 只要改變心態 身體就會很神奇的恢復嗎 絕對不是這樣子 Eliacrum教授的結論是 一切事情的綜合成效 是你在做的事情本身 加上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如果你認為現在接受的治療 正在生效 那這個心態就會加強療效 如果你認為痛苦的訓練 會讓你變強 那你變強的效應就會更加顯著 Eliacrum教授現在是史丹佛 心智與身體實驗室的主任 他們設計了相當多的工具 來讓人們改變一些社會上普遍認為負面事物的心態 進而從中受益 像是壓力 我們常常聽到的普通說法就是 壓力是壞的 我們要盡量避免壓力 但我之前有一支影片有講到 短期壓力對身體其實是有益的 它可以讓我們增加免疫力 注意力跟生產力 所以他們開發了一個工具叫做Spark Tool 來讓人們重新思考壓力 並且用最新的研究結果 來讓人們從壓力中獲得最大的益處 並且減少壓力帶來的傷害 總共有7個步驟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講了那麼多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把這些知識 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自己歸納了3個步驟 第一 盤點並且檢視固有心態 舉例來說 我去年年底閃到腰 痛了超久 一直到最近才慢慢恢復 一開始我還蠻負面的 很多訓練都中斷了嘛 今年拿到波馬的資格 應該是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也覺得啊 自己真的老了 身體已經在走下坡 不能再這樣操了 但知道心態的重要性之後 我的第二步驟就是承認 並且擁抱這個事實 對啊 其實我現在的體力跟柔軟度 真的已經不如以往了 但是 看看其他同年紀的人 體能狀況比我好的大有人在啊 就接受並且擁抱自己 已經步入中年這件事情吧 嗯嗯 但我知道我只要好好養傷 拿到波馬的資格 還是指日可待的 第三 就是調整形態並且行動了 除了積極熱膚啊 拉筋 復健做瑜伽以外 我覺得這次的事件也在提醒我 在做任何運動之前 一定要做好熱身 結束後的伸展也絕對不能省 而我也下定決心 要養成每天做瑜伽的習慣 這不但可以讓肌肉更柔軟 減少受傷的機率 運動效能也會更好 而我將來也會把以上三個步驟 應應在我生活中遇到的 大大小小的困難跟挑戰上 能夠讓我自己越挫越有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希望能對你有幫助 其實心態的轉變說穿 就是大腦運作模式的改變 越研究人體啊 就越驚訝於大腦威力的強大 而要擁有一顆健康的大腦 睡眠絕對是最有效的 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前面有關講睡個好覺的影片 如果你想更了解 什麼是好壓力 什麼是壞壓力 或者真正能夠紓壓的方法 我也推薦你去看看 我這兩支影片 最後我要跟你說 你很棒 放輕鬆 別太逼自己了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